他曾是意大利最强的黑帮大佬 因为一个女人他选择了退隐江湖 但就在前几天他的妻子 却被一名杀手活活打死 他也就此和女儿展开了一场 无比疯狂的复仇计划 故事紧接上级 只见一辆车子驶入地库 桑托让安保偷偷靠墙站好 然后一枪霸子就将他打晕了过去 接着他来到监控室 将一名看守薅到了电梯前 随后他便走进了电梯 此时大楼外的女儿索菲亚脱下背包 点燃包内的炸药后扔进了垃圾桶 此时桑托已经走进了办公楼 下一秒 外面的爆炸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桑托如入无人之境 无废吹灰之力地走进了米歇尔的办公室 他带着米歇尔来到地库 此时索菲亚已在车中等候多时 他将米歇尔塞进车中 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一名杀手 想要对着桑托射击 索菲亚见状毫不犹豫 一个猛然加速就撞了上去 桑托与其余几名杀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枪战 他宝刀不牢 一个飞步后直接扣动扳机 一名杀手应声倒地 这时索菲亚又折返了回来 他赶紧跳上车子 女儿猛轰油门直接就冲出了地库 傍晚时分 桑托安慰女儿说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 接着两人用特有的方式告了个别 父亲表情沉重 眼神异味深长 女儿一脸笑意 心中满怀憧憬 殊不知这一别 即是永别 桑菲举起米歇尔被绑架的照片 安杰洛见后略显不安 但也仅此而已 接着桑菲又播放起了桑托发来的语音消息 该死的老家伙 你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自首 坦白你过去三十年间犯下的所有罪行 如果你不照做 那么你的另一个儿子也会死在我的手里 安杰洛当然不会照做 他下令定要将桑托碎尸万段 很快他们就通过那条消息 锁定了桑托的所在位置 桑菲带着手下倾巢而出 没过一会儿他们就看到了桑托的面包车 可是桑托却并没有在车中 然而就在他们一脸懵登之际 所有人瞬间慌张无比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桑托在哪里开的枪 短短几秒之内 他就解决掉了好几个小卡尼 在他们发现桑托的位置后 他便迅速撤离 接着又爬上另一个火车顶 然后再次举枪射击 眼看他们都躲在了自己的车旁 他便迅速拉开安全距离 然后拿出遥控器按响了一个按钮 紧接着一阵熟悉的音乐声响起 下一秒 这是一个火男一边惨叫一边朝着桑彪跑过去 桑彪赶紧举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整个杀手团现在只剩桑彪一人 但他却没有跑路 反而找起了桑托 就在他四处张望之时 下一秒 他将手枪踢到一旁 接着愤怒地对桑彪说道 桑彪大难临头了却还是嘴硬得很 桑托听后没有丝毫犹豫 照着他的脖梗直接连捅刺罢 这种死法对他来说无疑是最解恨的 因为三十秒内他会在自己的血液中窒息而亡 米歇尔不断地求索菲亚能够放过他 他说他们都是两个家族中无辜的受害者 因为这些恩怨都是他们双方的父亲造成的 他劝索菲亚不要亲自毁了自己的花样年华 索菲亚听后有些动摇了 但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是父亲打来的 他向索菲亚说了声对不起 他说现在他已别无选择 本以为绑了米歇尔就会结束这一切 但事实证明他错了 现在唯一能保证索菲亚安全的办法 就是让安杰洛永远地消失在地球上 他必须现在就去杀了他 伴随着桑托的一句我爱你 以及一句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他就已经出现在了安杰洛的身后 他一枪打碎落地窗 然后缓缓地将手枪收起 安杰洛见状也是一动不动 他输了 输得很彻底 桑托拿出绳子直接就勒了上去 是啊 为儿子报仇无可厚非 但他错就错在动了他的家人 那是桑托最大的逆铃 安杰洛被活活勒死 长达二十年的恩怨也就此画上了一个巨猴 此时外面大雨倾盆 一群全副武装的特警也出现在了安杰洛家的别墅外 桑托听后示然一笑 接着他假意将手放到身后 下一秒 他用他的命护住了他的命 很快另一批特警也找到了索菲亚 米歇尔成功获救 他露出了一副得意的微笑 而还未成年的索菲亚则关进了少管所 本以为故事会就此结束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因为米歇尔找到了地方之法官 他亲自为索菲亚作证 证明了他的无辜 届时庭审结束后 索菲亚就会被无罪释放 他希望索菲亚能够重新开始 说完就递上了一张灵填 出去以后如果需要帮助 随时可以找他 然而你以为他真的会这么好心吗 并不是 他觉得很不安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他早点出来 然后再向他爸爸勒死他 爸爸那样勒死他 然而他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 因为索菲亚被释放后 第一时间就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他假意示弱寻求米歇尔的帮助 可实际上 影片至此结束 相信索菲亚今后的人生注定不会平凡 话说回来 如果她不是个漏风的小棉袄的话 那索菲亚还真的就挺酷挺帅挺炸的 感谢观看